欢迎大家又来到周庸周围讲节目 今晚是年三十晚 大家可能是团年饭 不过团年饭 我不知道你家里有多少人 四个 六个 八个 十个 十二个 但无论如何 出街就没有了 大家在家里吃完饭 即是开开心心 为一家人 然后过年 那年三十晚大家可以做些什么 会做些什么 其实在我们今天这个节目里面 我就有点想有两件事要做 第一跟大家拜个早年先 恭祝大家身臟力荐 牛年行大运 另外我们希望香港疫情早脱离 大家如果可以早点打防疫针 可以到处去 香港希望在2021年 慢慢经济复苏 这些就是我们的祝愿 另外一件事值得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大家回顾 今年这么多事情发生了 我们讲什么好呢 不讲大事发生什么十大 那些我们没有意思说 不如我们想跟大家讨论一下 他们去了哪 他们代表什么呢 反对派 我们分开几个部分 首先我们讲什么呢 涂之夭夭 基本上没有事情发生到 目前还是自由身的人 有几个有名的人物 为什么这样呢 没有解释 例如陈日军 没有抓到 陈日军现在还是在逍遥快乐 第二个是谁 陈方安生 陈太太最特别的地方 一早就告诉大家 我退出了 我什么都不允计 那这个国安法之前的时候 就已经决定做这件事 果然呢 正脱编 陈方安生 最终现在就是 完全不碰世事 自己做回个 退休老人 希望可以过期余生 在香港开心心 另外有两个人 基本上都没事 一个是余若薇 不过卖了屋 卖了屋 卖了屋代表什么呢 都是预备走路的了 公民党另外一个党魁 梁家杰 又是自由身无事的 如果我们看回 大家都不禁要说一句 公民党那班人是叻点的 你数一数吧 余若薇 梁家杰 陈方安生 陈日军 他都帮了一堆 全部都是无事无干的 你相比民主党 全部都抓了 真的差很远 如果说起民主党 有没有人无事 有一个 谁呢 刘慧卿 刘慧卿又是 退出了就退出了 做KOL 说一下 做访问 基本上就没什么碰政治 果然 读到今天为止 我们刚才数到这五个 都是化身事外 基本上就没什么牵涉在内 他们继续下来会怎样呢 国安法会否拒绝到他们呢 看来的机会都不大 可能这五个人 继续退隐慢慢 或者离开香港 另外有一帮人 可能香港人都很熟悉 但是全部都已经来港 有些人来港 就继续在YouTube 继续做期 KOL 例如哪个呢 就是萧若元 例如沈旭辉 这两个都是台湾 特别的地方 就是最近拼命拍片 一天一条两条三条 层出不窮 这两个月 我想都还可以 可能三个月都可以 再下来的时候 还有什么要说呢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离开了香港 老实说那个Temple 那个节奏 对香港慢慢慢慢 都是会淡一点 这些就是KOL 在海外会做事 另外一个就是 袁公仪就是袁利明的父亲 现在就在美国 继续在那儿唱衰香港 但是就似乎收视 就一般的 另外有些 应该未必会拘捕的人 都走了 杜汶泽 黄秋生 可能都去了台湾 在台湾找食 那这些我相信 就是政治上它没什么 但是呢 就曾经很多东西讲 那现在继续讲话 在台湾找不找到食 我们都无法可以知道 那大家都放长双眼 看看他们怎样 那另外有些走了 许智峰、罗冠聪那些 就在英国了 那些真是走老的 那些因为走得快好世界 还有一个是郑宇石 不过郑宇石去了澳洲 不过郑宇石已经静了一排 可能都好像慢慢退出了政坛 然后才离开 但是 接着还有些什么呢 其实我估计 接着来到英国 或者其他地方做BNO 都不是大家很认识的人 因为认识的人 真的要早走早进 早走就有得走 持走就基本上无得走 轮到第三组的人 第三组的人 第三组的人 就是在榴莲法网其中的人 有些不幸好 好像黎智英那样 有时间坐了 我都有 上一集我都有说到 黎智英可能未来三多年 都是在监狱渡过 因为不仅止他今次国安法之后 被拘押在法庭上无得保释 而是他接着有几宗案上 一判有罪 我估计如果一判入狱 他就继续坐 现在已经过了一个月 换句话说到他真的要上庭的时候 去审讯的 我想都要坐五六七八个月 正如唐英杰另外开电单车 那个达子之旗那个 又是已经坐半年了 所以也都证明一样东西 你千万不要嗨国安法 嗨清国安法 基本上你保释的机会 是越来越低的 除了丹天保子尊 黎智英之外 其实这个才是真真正正 是头号人物 其他的都很多 例如戴耀廷 现在保释出外 其实他坐牢 判了坐牢 而是他在上诉期间出了理 但他又有其他案子 到他那件案子上诉的时候 入牢 他便要入牢等 所以都走不掉 如果我们数一数 现在在监狱里面 或者在外面等着上法庭 足够有五六十六七十个人 大家可能是有些是认识的 有些是未听过他的名字 如果跟着下来 他们都是在监狱里面 都要度过一段时间 特别是胡志偉 自己拿来衰 交护照 交了一个 又不留下BNO 不交 现在肯定是不能保释 一定是坐下来 黄之锋 是坐牢的 谭德志 一直都衰多口 亦都是还押中 大家也在看他 大家要挨到多久才上法庭 如果我们数一数 其实入流年法网中的人 最多的 基本上都是民主党 最近拘捕了五十三人 我们数一数 前主席给大家听 杨森、何俊仁 陶锦森 这些都是有名人物 其中有一个大家都很认识的 亦都可能很憎恨的 毛孟静也有份 郭嘉琪、范国威、杨岳桥、林卓廷 似乎第一代公民党都很聪明 全部都很聪明 第二代的就不聪明 杨岳桥的都被捕了 未告 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 如果我们一大堆数 的人名读给大家听 其实都没什么意思 因为大家都未必认识他们 但我们可以说 最少有五十多人 在后面跟着下来 即是区议会 或者其他政治人物都有 换句话说 鼠年刚刚我们过 即是差不多过 鼠背难逃 其实你想不到 我们数一数出来 看到这么多人 不是被捕了 而是在监狱上了法庭 或者甚至要走老 你数一数 你数一数 你知道鼠背难逃 这四个字 真是鼠年最容易记得的东西 今天讲不会很长 因为大家都要和家人开开心心 过一下团聚 我们在这里也祝愿 这些犯法的人 祝他们两三年后 或者三四年后 或者四五年后 都有机会出回来 和家人团聚 你不要说我独 不过这句话 我想都对了 今天讲到这么多 祝大家身体健康 牛年行大运 拜拜 大家看完片别走 记得点订阅键 之后点击旁边的小铃 当有新影片的时候 便会通知你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